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妻子郝志平 个人经历十分传奇 在封建社会他能读到高中 然后为了抗日他弃学从军 为了找到组织他步行去了延安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他奋斗了终身 如今郝志平已经101岁了 依然是精神绝朔 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和罗瑞卿将军的八个儿女中 有核物理学家 有军人 有医生 有商人 虽然工作不同 但是他们继承了父母优良的作风 都在自己的行业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我今天就想就这件事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 在源于西方的心理学领域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词 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原生家庭 很多心理学家都会谈到原生家庭 或者说婴幼儿以及童年时期 对一个人一生的持久影响 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 其实很少提原生家庭这个概念 我们经常说的其实是另外两个字叫 家风 我觉得这两个字更能体现出一个 家族的传统对下一代的影响 因为在过去我们都生活在大家庭 一个大家族中 经常是三代四代人同堂 与其说是父母对孩子影响深远 不是说整个这个大家庭 大家族的传统对孩子的影响更深远 孩子们的使命也都是 希望能为整个大家族正光 对得起祖先光宗耀祖 所以一个家庭里面 即使你看一个母亲 假设不认字不识字 或者是即使父亲因为某些变故 英年早逝 都不影响这个孩子 在整个的大家庭里面受到熏陶 受到教育 受到家风的影响 回到罗瑞卿和郝志平的八个子女 其实这些孩子们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童年时期就跟着父母四处漂泊 生活中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 如果按照西方心理学的原生家庭的理论来讲 这并不是一个稳定而充满内心安全感的童年 但是能让他们日后个个有出息 有成就 有贡献的 其实是这个家庭的家风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不要觉得西方的 那就是先进的 科学的 中国传统的 就是成就的 甚至是腐朽的 中华民族的传统里面 有很多 有着大智慧的东西 是不能丢的 有着大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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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有着大智慧的 用来自带的 有着大智慧的